財資大道 林潔營 何文堅 繼續回到財資大道這星期的焦點 美國方面會議息 究竟美匯方面的情況走勢是怎樣 特別是上星期尾看到日圓都急跌了 日本方面新央行總裁方面的言論 令日圓方面都有點回落 今早日日圓是137.43對1美元 勾完在1.0974 請來這位專家和我們聊天 接下來美匯方面的情況是怎樣 請來恆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 溫卓培 和我們聊天 早晨 早晨 和你先看看美匯方面的情況 特別是我們看到日圓在上星期尾 都跌了下來 今早是137.42對1美元 如何看待目前美匯的情況 美匯我相信在今星期 我不排除它有機會做一個反彈 但當然我要強調美匯的反彈 為何我會覺得反彈會有機會出現 因為首先在今星期四 大家都知道聯儲局的議息會 大家都覺得它會加息25個基點 但大家都有一個期望 期望就是加上這25個基點息之後 息率就有機會見頂了 以及面對現在的銀行事故 也不排除到今年年底 即是11月或12月 就有機會進入減息週期 正是因為這個預測 所以令到過去的美元匯價都跌了不少 但我有兩件事要跟大家說 第一件事 我覺得聯儲局 今星期是否加息 我覺得重點不在這裏 重點是它會不會 告訴大家 加息週期見頂 我覺得它未必會 為何我覺得它未必會 因為這件事不符合它的利益 你試想想 如果在現在美國的通脹 都還是相對高期的情況之下 雖然你說5%回落很多 但5%都不是一個低的通脹率 所以如果它在現在 告訴大家 它加息週期見頂 隨時美元匯價有機會跌 如果美元匯價一跌的時候 美國的入口通脹就會上升 會令到它通脹很難控制 所以我覺得它為何要這樣告訴大家 令到它的通脹失控呢 所以我覺得較大機會 它可能加息之後 再看看未來的通脹發展 然後再跟你說它的貨幣政策是怎樣 如果它這樣說的時候 可能會令市場失望 令到美元匯價有機會反彈 所以我不排除 現在你看到美元匯價 已經在反彈 可能就是因為這個因素 另一件事要值得留意 就是記得在3月份 當時有三間銀行出了問題 之後聯儲局隨即和五大央行 做一個貨幣互換協議安排 這個安排由七天的互換變成每日 而這件事到四月底就完結 即是昨天已經將它改為每日的互換變回七天的互換 這個時候會令到市場上 美元的流動性會降低 這個亦有機會令到美元匯價有機會更強 所以基於這兩大因素 所以我覺得這個星期大家要提防 可能美元匯價會有更多的升幅 那麼你看到日圓價呢 因為日圓就落到137對1美元流上 其實看回日本央行行長 日本央行總裁 直田和南說如果有必要 將會毫不猶豫地進一步放鬆這個貨幣政策 短期手勢會怎樣走呢 上星期五日央行的議息會真是令人失望 首先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現在日本的通脹其實已經在3%之上 即是說它已經連續12個月高 日本央行所定下來的2%的通脹目標 但是日本央行在上星期的議息會 依然說去到2024年3月底的財政連結 他們估計日本的連通脹率都只是1.8% 去到2025年3月的連結都是2% 即是說他們預期日本的通脹率 有段時間都能回到2%的目標水平 這真是任你說的 因為你現在看到日本的通脹 基本上已經12個月高於2% 但是他依然說未到 他覺得預期現在是短暫性 長遠還是要低 日本央行將和南過去一直都說 一定要回到2%之上 然後才會將貨幣政策正常化 他現在在報告上告訴大家 有段時間都不回到2% 即是說有段時間都不用正常化 有段時間都要寬鬆貨幣政策 再加上他就說他會著手去研究 過去25年的積極的寬鬆貨幣政策 對日本經濟帶來什麼影響 但是就說這個研究會用上一年半的時間去研究 那真是有段時間去研究 即是說日本央行有段時間都不會收緊他的貨幣政策 所以這就是解釋了為什麼在央行議息會上星期五 我們看到日元的匯價從他未議息之前的134-1美元 就隨即急跌的原因 也解釋了為什麼今早上去到137的原因 好了問題就在這裡了 我們知道在3月份當時日本央行大約是說137-138 就是現在這些位置 由當時將日本十年債息的波幅範圍擴大 即是變相容許的日元匯價 是捍衛的日元匯價支持的日元匯價上升 好了現在就回到這些位置了 看看日本央行會不會出手去做事 如果日本央行遲遲不出手 那我就不提防日元匯價下一步 可能要測試140-1美元的位置 儘管看看日本央行會不會出手 但是我看到今早早日本十年債券的知識率 是在報0.416% 遠遠不到0.5% 那就是說其實市場都不覺得日本央行會出手 所以他們不把日本十年債券推到0.5% 那這個給我一個不好的感覺 日元匯價似乎跌的可能性會較大的 那你看歐羅對日元都升到150.85% 即是2008年之後高位了 瑞朗對日元也創1979年以來最高的紀錄了 去到153% 日元低水這個真是 似乎跟環球貨幣的政策上真的走向另一個端 那影響是怎樣呢 接觸對亞洲市場有沒有一些影響呢 其實日元對歐洲貨幣跌也不難理解 因為現在市場普遍覺得 就說在今個星期四的歐央行議息會 歐央行很大機會加25個基點 也不能夠排除加半厘的可能性 還有就算今個星期加25個基點 也不是加息週期完結 還有機會加多兩次25個基點上去 當然要加多少就要好看今晚 因為今晚應該大約是5點鐘左右 歐洲央行將會公佈4月份的通脹率 消費物價指數 到其實如果消費物價指數上升 現在市場估計就是有機會上升 3月份的6.9%年通脹率 有機會攀升到7%樓上的位置 那如果又上升 那就是又比歐央行更大的壓力 要它進一步加息 那這個跟日本色差拉闊 那當然這個是會對日元匯價不利 對歐洲貨幣有利 嗯 你看看英鎊的情況又怎樣呢 英鎊現在1.249左右 有這些位置 英鎊我覺得可能會有些少少壓力 那個壓力其實來自什麼呢 其實來自整體美元的匯價有機會走回強 那英國現在雖然說沒錯 它有機會加息 但是不要忘記一件事 英國現在的通脹都很誇張 還是雙位數它解決不了 那這個我相信會是 對於英國的經濟 所以就算你說現在市場股 英國的息率有機會由現在的4.25% 可能一直加到5% 才有機會見頂 現在市場股的機率也有八成 機率加到5% 但是那又如何 通脹港溫雙位數字 一直都解決不了 這個是會拖累英國經濟 嗯 在外匯方面 投資策略又應該怎樣部署呢 暫時我會覺得 這個美元可能會有少少反彈的可能性 但是長遠我都不會說看好美元的 最重要的是現在全球去美元化都很顯著 這個此其一 第二樣東西就是美國的國會似乎 要搞這個債務上限 我會覺得美國國會搞債務上限 它怎麼搞都可能會令到 美元會有機會走強 因為你試想想 如果它不批的 不批的債務上限 那麼固然市場會對 美債對美元會失信心 那麼這個美元真的會跌 那麼如果它批的 那麼我相信現在兩會的爭吵 可能會就算你批擴大的債務上限 可能會擴大得會較闊 因為要符合兩黨的利益 我相信他們才會過這個債務上限 如果你要完全符合兩黨的利益 可能會花多很多錢 可能會令到債務上限一標升會標升得較大 那麼這個也可能會令市場對美元失信心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未必對美元是好事 但美元失信心 真的已經有客觀的數據了 你看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的資料 去到4月25日 其實美元的淡倉合約去到7萬張 創了2021年6月以來的紀錄 市場是最老實的 大家都夾淡倉 是否對美元前景都不看好 我覺得也是 因為正如剛才所說 有債務問題 然後又有去美元化 然後當然也要面對銀行的事故 是否真的這麼快可以解決 我覺得也是要繼續留意 另外看金價方面 金就是徘徊在2000關口左右上上下下 你自己看金的情況是怎樣 我看了黃金的 但無奈 現在你的美金反彈 當然會對金價有一定的壓力 現在壓回它下去 但如果真的有機會 有機會讓大家看到1800美元的金價 我覺得金是值得長遠投資的商品 始終當大家去美元化 但又找不到一隻主要的貨幣可以取締 當然人民幣是一個選項 但很難完全取締美金 所以我相信人們減持美金的時候 可能會增持黃金作為儲備 還有我相信現在很多中央銀行 都會增持黃金作為日後他們的戰略儲備 這都會對金價的未來走勢帶來幫助 應該來說 在這幾天 應該是世界黃金協會公佈 全球第一季的黃金需求報告 在裏面來說 就會反映到全球中央銀行 在第一季是否真的繼續帶它吸入黃金 大家在投資方面要小心留意 留意更多資訊 今天謝謝你先找蔡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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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